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elly 歡迎收看現代曲視路 怡婷 你要不要吃誠實豆沙包啊 我們剛才不是在吃完午餐嗎 你怎麼這麼快就肚子餓了 還是你把我們這個歷史節目 當美食節目在做 不是啦 你知道嗎 韓信她的智囊鎧通 曾經是力勸她說 就是你要自立為王 但是韓信她總是說 劉邦對她有恩 你不覺得韓信 她就跟吃了 橙汁豆沙包的我一樣 這樣很忠厚老實嗎 其實啊 韓信好像不是你想的這樣喔 因為她後來 其實她嘴巴講的 跟她實際的作為都不太一樣 因為她像是當初呢 這個韓信在著名的 改夏之戰的起初啊 她其實是沒有出兵的 導致劉邦起初吃下了蛋仗 那這樣韓信聽起來 心情有點重 她到底想做什麼啊 其實她的智囊鎧通 就曾經說過 韓信是一個直東打仗 但是不懂政治的人 那到底這個韓信呢 她是被冤枉的 還是她真的有野心呢 話說溪源前20308月 储君梁靜被迫與劉邦議和 雙方以鴻溝為戒 但狡猾的劉邦毀約 出兵追擊東歸的項羽 劉邦有四十萬軍隊 約騎王韓信 未向彭越三方一起聯合攻暑 但這兩個人卻都不來 劉邦自己的四十萬大軍 被項羽打得落花流水 當時的諸侯王 都不來救援 一開始的時候不來救援 那為什麼 因為要談條件 我要拿什麼 條件談妥了才會過來 就是那個時候的一種 像是分贓一樣 眼見漢王劉邦不是項羽的對手 張良告訴劉邦 就算彭越跟韓信他們的意 封彭越為梁王 把華英楚地封給韓信 他們就來了 韓信救駕來遲 請漢王叫隊 來來來 齊王請起 劉邦終於盼到韓信出兵 但為了打贏項羽 他還是得忍住運氣 讓這六十萬大軍 交給韓信指揮 把十萬储君團團包圍在該下 他自己自率三十萬大軍為前陣 來正面迎擊储君 劉邦則率大軍為中陣 而且各部將還各算一部 為左右後軍 然後不只如此 還派英部跟彭越 率軍到储君側後作為籤子 而這樣的一個部署的特點是 正面強大 可以有效惡主降雨的正面突破 實際上就是十面埋伏陣 他知道項羽本身是很勇猛的人 他的軍隊其實也不差 像龍軍 鍾離妹他們都是猛將 猛將太多的軍隊適合打短戰 就是一下子 像像說我們跑步一樣 一百公尺跑得快 一萬公尺就不見得了 所以韓信什麼辦法呢 就派軍隊一層一層的包圍項羽 他用十面埋伏慢慢消耗項羽的勢力 項羽被漢軍四面包圍 無路可退 而韓信也沒有進行猛攻 他只是把楚軍包圍起來 而且要迎中會唱楚歌的人 一起唱楚歌 去消耗項羽的鬥志 這也是後來四面楚歌成語的由來 楚軍最後整個大軍潰敗 項羽五江自吻 劉邦成王後 對於韓信宮崎害死利益姬 並自立賈齊王 甚至該下之戰不出兵等式 一直耿耿於環 於是發兵奪取韓信兵權 並改封他為楚王 像在這個打齊國一樣 他也是這種率領 很多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那種速度 把他的兵符 把他的官藝給拿下來 讓他沒有這個軍權在身 同心分王以後他把他分到楚國 那楚國他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異地沒有後代 所以如果你來當楚王 這樣是非常好的 是很恰如其分的 但兵權已經被收回去了 韓信回到故裡其實還有些開心 他感謝之前那些曾經幫助他 或是羞辱他的人 比如說找到那個漂母 就給他贈以千金 所以就是一販千金嘛 這個故事 找到了那個南昌庭長 就給他一百錢 為什麼是一百錢 因為罵他 就是說你這個人好事都只做一半 你是個小人 所以就是給他一百錢 那找到當初欺負他的這個無賴 找到他以後 讓他當中衛警察首長 那樣的一個角色 韓信以為在楚地能平淡過火 但劉邦還是不放心 一直怕韓信會起兵造反 這時陳平現出一計 那陳平跟他講說 你不能打 你打就得逼他造反 你逼他造反 那號召武力之後 你打得贏他嗎 後來劉邦就想我打不贏 因為他真的很會打仗 他懂得怎麼打仗 所以陳平就跟他講說 你不能夠用這種正常的方式 但是要如何給韓信安查個罪名 劉邦用天子尋獸的名義 因為有人告發楚王韓信謀反 因為昔日項羽手下大將 鍾黎妹逃到楚國 他與韓信之前就是好友 劉邦要抓他 但韓信卻是派兵保護他 此時有個謀士憲策說 殺鍾黎妹向皇帝告罪 皇帝一高興一定就沒事了 那韓信因此跟鍾黎妹商量 那當時鍾黎妹跟韓信講說 皇帝之所以不敢攻打你 是因為我們兩個在一起 如果你今天真的殺了我 沒有多久 你也會步上同樣的後塵 那韓信不相信劉邦會這麼做 所以鍾黎妹大罵韓信愚妹 自吻而死 後來韓信帶著鍾黎妹的人頭 向劉邦告罪 謝謝 劉邦得仲林妹首級並不領情 依舊派人捉難韓信 韓信大海 狡兔死兩狗烹 高鳥盡兩攻藏 劉邦聽了之後 並沒有殺韓信 把他降為懷猴就近看管 但這時傳出晨熙起兵造反 這個戴王也是一個有野心的人 他常常跟韓信是有來往 有書信來往 那韓信有時候也會發一些牢騷 就覺得說你們哪一個人功勞比我大的 現在每個人都爬到我頭上還沒算什麼東西 就發中牢騷 發中牢騷有這種書信往返以後 後來晨熙造反 他就被視為是造反的人物 有一種說法說韓信願意 當作像內應一樣 在京城裡面來呼應晨熙的造反 劉邦率兵前去平亂晨熙 呂後為了殺韓信 請蕭和前去衛報晨熙已死 把韓信叫過來 怕韓信不聽怎麼辦 那誰把韓信能夠捧為大家 蕭和 所以就叫蕭和叫韓信過來長安宮 韓信行事磊落 何來謀反 你真是目中無人啊 殺 韓信之所以去世 也是因為兩個人 一個是生死一知己 就是蕭和 還有就是那個什麼存亡兩婦人 一個是在河邊洗衣服的那個 歐巴桑就給他吃飯 另外就是女后 劉邦對韓信的死是且喜且憐 喜就是我終於把心頭上的這個危害給除掉 憐是這個人真的對他很有貢獻 漢朝的天下能打下來 這個韓信的功勞是不可沒的 多遠色的 預言 詞釋 就是說 你不知道 那為人要做什麼 那個天下 真是 還要有什麼 沒有 才最負擔心 泥